西时,道既有能诗者五人,世人竟称之为五歌仙。 一年,翠光前往天守阁觐见,将诗集献与大人品鉴。 岂料魁之翁所著诗章中,竟有一页被人撕去,翠光因而受到盘结。 翠光俯首引咎,并明其昨夜曾于酒寺中豪饮,久安恍乎中似有身影其境。 来人正乃魁之翁事也,此番曲折皆起于亦不具名之人。 魁之翁受其胁迫,无奈以非常手段取回诗稿一夜。 至于该人行事缘由,他全然不知。 只知诗中所记,事官顾骄,赤人。 赤人亦曾为五歌仙之列,没用心词必留注意。 其名中之赤即出于词。 如此善闻之人,于去岁所现诗中,竟有一座妾自他人。 赤人因罪流放,割仙无人,仅于四人。 默染遍阅痴疾,为剑剖妾之作缺少朱印。 虽将赤人诗集进入西水,以为有气来之诗上,末计随波散去。 魁之翁从旁路过,赌物思人。 虽将所见之事寄入诗中,游诗便有翠光献诗一诗。 一番风波,就此服定。 魁之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宁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